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星星猴 今天咱们带来一款经典游戏的续作 叫做山地越野车2 在上期我们为大家录制了山地越野车 在今天游戏有了第二部 我们也马上来进行一个试玩 最初没有发现这个第二部啊 今天我特意搜了一下 竟然官方出了这个山地越野车2 整体画面要提升说不只是一个档次了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改头换面 基本上属于是重做了 然后我们的主角依然是第一部的那个人 只不过在这完全了高清化 而且游戏菜单更丰富 游戏关卡同样也是丰富多彩 我发现这个人好像老了好多岁啊 你看他的脸上多了很多的胡子 远处的高山 还有近处的这个类似于像农场一样的 他们住的这个二层小楼啊 应该是个农场 这边还有这个牛什么的 远处是田野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主人公开了这辆红色越野车 而在这一部游戏呢 左边依然是刹车 右边是油门 游戏意外问题在这一步也得到了解决 上边视野变得非常开阔 而且这个车辆的话 咱们点击油门跟刹车 可以改变我们车辆的这个位置啊 当我们在空中的时候 点击油门 这个车就会向前抬头 然后点击刹车的话 这个头就会冲下 所以说这两个不光是速度控制的键位 也是方向键位 这个就容易在某些地方出现误区啊 不过山地越车2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车的这个阴影 是随着地皮的起伏而起伏啊 而且这个牛也都是有阴影的 整体我非常推荐这个山地越车2啊 所以说在第二步我给了一个四星评分 如果你想玩这种横板的越野类的赛车游戏 那么山地越野车2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跳过第一步 直接来游玩第二步 好 咱们过了这个吊桥 来升级一下我们的车辆 好的 完美升级 轮胎 减震 然后再次开始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我们上次的这个剪影 就是我们的 属于是自己的影子对战啊 与自己进行对决 这里的话 这个影子他并没有做出这种半透明的状态 这一点要给差评 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玩起来傻傻分不清啊 有的人会以为是我们同时竞赛对手 但其实你看 咱们名字叫64785 他也是这个785尾号了 因为游戏默认的话会给一个英雄 然后一个编号 咱们是6万多 难道说有6万多人去注册过这个游戏 来进行游玩吗 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自己免费修改一次 同时 这个二代的话也添加了联网功能 可以与其他玩家进行共同对战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玩一下这种 如果你喜欢这种横满的赛车游戏的话 那么山地越野车2 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过去 这个帽子都打掉了 非常危险 咱们这个车经过提升之后 现在性能 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这个冲劲啊 特别猛 容易一过头 所以说咱们要找过一个好的位置 千万不要把车开翻了 这个牛竟然在这吃草呢 有的时候还会听见这个牛的叫声啊 还是比较逗的 这几个牛都在这呢 好像是跟我们的朋友 哎哎 这个车 要翻要翻 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翻了 感觉不稳呢 哎 哎 这什么情况 哦 上不去了 哎 它自己倒回来了 那么晚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